欢迎收看有熊老师陪你教数学 那我们这一集要来先介绍前面留下来的这个问题 大家有没有想出来呢 王勉去河边放牛 黄昏的时候他要先牵牛牛去河岸边的L 河岸L的某一处喝水 也就是说他可能把牛牵来这边 也可能把牛牵来这边 也可能把牛牵来这边 他如果把牛牵来这边的时候呢 他就会先走到这里 喝完水之后再把牛牵回 他在A处放牛 他会先把牛牵来这边 喝水 喝完水之后呢再把牛牵去B处 回去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话他总共到底要走多远 我们没有要算这个走多远 而是说要你去思考 我这样到底要把牛牵到这个L线上的哪一个点 才可以让我走的这个路径最短 那我们可以想像我这样要走路径最短 这两条硬是直线的 没有问题 那到底要牵去哪一个地方呢 那这个问题呢 因为他可能是以前联考之类的 大考的时候考过 所以算是在这个国中的时候还蛮热补的一个问题 那我觉得出的很好 不是说他有没有被考过 而是他本身出的不错 为什么呢 他考了两个知识 那我们从这个答案 如果今天你要想到很难的话 我也可以直接跟你讲答案 那但是我跟你讲结果 你告诉我 你要去想想为什么 那事实上我要怎么找到这个C的点呢 我要用A 对这个L做垂直线 做了垂直线之后 再把这一段再复制一倍长 过来到这里 这个点叫A' 接着呢 我取到这个A'之后 把它跟B连起来 那么连起来之后呢 这条连线跟L交于C点 那么这样子这个C就是我们要的答案 那这个为了避免混淆 我把刚才的示范的这条粉红色拉开一点 然后大家想一想为什么 就是说如果今天学生没有想到要这么做 那么老师跟学生讲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子 就是我们先讲 先讲怎么做 但是让学生去想为什么 你觉得为什么 那这个我来说一下原因了 如果你还没有想到的话 你觉得你想得到的话 就按个暂停 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做呢 其实这个我说A点 对L做垂直线再拉一倍 那这个如果你要印象的话 这个A'这个点就是所谓的对称点 以L为轴的对称点 那这个对称点这样子连过来的话 这样子这一段 这个C点即为所求 那我走的路径其实就是 这一条吗 对不对 红红的这一条 我涂黑好了 可以吗 黑的这一条 那为什么这个会是我可以走的路径的最短呢 我们可以这么做 这个过 以L为轴 做A点 之对称点 A' 那么因为 因为A'它是所谓A的对称点 我们在那个时候有教 就是对称点的特色是什么 轴对称的特色就是 轴对称的特色就是 它的对称轴 其实会是A和A'的中垂线 也就是说L为A和A'的中垂线 也就是说L上的任意点到A点和A'的距离是相等的 那么今天假设我有另外一点C 或者是我们写P好了 假设我有另外一点P 那这一点P呢 这个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怎么样 PA会等于PA' 而且那刚才的这一点C 这个CA也会等于CA' OK 那这样子 这个对我这个P是任选的 任选一点P 这个就不用写了 任选的 刮在这里 那为什么要取得这个PA等于PA' CA等于CA'呢 因为这个时候下面这部是关键了 下面这部是关键 三角形A'B'中 BP加PA' 这里这个三角形 有没有 这个三角形 那BP加PA' 不要画在这上面 画太好了 很快的再画一个 很快的再画一个 OK 这个三角形 斜斜的这个三角形里面 BP加PA' 三角形两边合大于第三边 所以它一定会大于BA' 可以吗 这样看得出来吧 所以BP加PA' 它会大于BA' 那么因为PA'就是PA嘛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怎么样 BA 对 BP加AP 会大于 那一样的道理 CA'等于CA 所以BA'这一整条 BA'这一条 把这个折上去 它就会等于BC加CA OK BC加AC 这样可以吗 那因此我任意选的1.P 对于任意.P 对于任意.P 我都可以用这个方式推论出来 这两条一定比这条长 也就是说这两条 一定比这两条长 所以PB到C再到A 是走的路线里面最短的 透过两个姿势来去证明它的 一个就是所谓的 轴对称图形 对称轴是 这两个对称点的连线的中垂线 所以这个中垂线上 可以说三个姿势 下一个姿势就是 中垂线上任意点到线段两端等距离 然后再利用三角形两边合到第三边 来去推论出来 可以吗 来看上一次的作业还有这么一题 它说三角形ABC里面 这个是角平分线 这个是角平分线 然后呢 第一平行BC 这条跟这条平行 然后说这个三角形是十二十三十四 问你上面这个粉红色的会是多少 这样子 那其实这个也是很常会出现的问题 那它跟一件事情很有关 这个我们已经学了平行四边 我们已经学了平行线怎么样 内错角会相等 所以大家可以记住 微微的记住这个概念 就是我都习惯这么跟学生说 平行 然后又怎么样 角平分 那就会产生等腰三角形 什么意思呢 你看喔 这一条跟这一条平行 然后这两个是不是角平分线 那这一个 因为这个点跟它 这个角跟它是内错角 有看出来吧 这两条平行这条切过去 它们两个刚好在这条线的两侧嘛 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 在里面被错开来了 所以这两个内错角相等 结果这两个角右相等 变成这两个上面的这两个角相等 也就是说怎么样 三角形CEF呢 其实是等腰的 也就是EF 其实是CE 那么同样的 好 来看这边 这边是 这边是角平分线 两个叉叉 两个叉叉 那因为这一条跟这条平行 这一条切过去了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内错角相等 那于是这两个角一样 所以其实这里又出现一个等腰三角形 使得怎么样呢 使得这个DF会等于DB 那于是呢 我们把这两段合并起来 这一段加这一段 你就会发现怎么样 这一段加这一段 就是这一段加这一段 那么上面三角形的周长呢 其实三角形 ADF周长 等于这个A1AD还有D1加起来 但是这个D1呢 可以拆成两个部分嘛 所以就会等于A1加EF 也就是加CE 加AD再加DF 也就是加BD 所以就会等于AC加AB 也就是上面这个三角形的周长 其实就是这两条 是25 这样可以吗 这是这个问题 来看 上次的作业里面还有一个 这样子这两条 L1跟L2 请问下面哪一些条件是不能用来证明L1 那这非常的重要 要不然其实这个很基本 那是因为它很重要 所以我就讲解一下 那也这个就是建议老师们一定要让学生去分辨这件事情 很多学生就是他习惯解题解个老半天 最后就养成一种习惯就是看到线就猜它是平行 那这是不好的 就跟我们前面一开始说不要看到怎么样 感觉好像是直角就说是直角 那也是不好的 那这里他这个 问你角1跟等于角2的话 能不能用来证明L1平行L2 角1有没有等于角2 有 对不对 那其实你讲这句话的时候 本身就是关键了 什么关键 我问说角1有没有等于角2 我都没有跟你讲平行 你就说有 那你就会发现怎么样 就不需要平行角1本来就等于角2 对不对 这两个是对顶角相等 那也就是说他们两个相等 根本无法用来证明平行 可以吗 所以他说何者不能用来证明 所以等一下要选他 那么角2有没有等于角3 怎么样 要有平行才有 所以这个就可以用来证明 他是内错角相等 对不对 角3加角4是180呢 角3加角4本来就会180 所以要注意 就是说 他们本来就是同一条线上 他本来就补角啊 所以要注意就是说今天这个问题 学生可能会把两种情况搞混 我不是在问你下列选项何者正确 可以用来证明 L1平行L2 所以说你告诉我说角1本来就等于角2 对啊 就是因为角1本来就要等于角2 所以他反而证明不了任何事情 对不对 那我们要什么样呢 要挑那种 他如果会成立 就一定是因为L1平行L2 所以他现在成立了 那就代表他真的L1就有平行L2 这样子的我们才要 所以角3等于角4 他本来就有角3等于角4 这个反而不能选 来看第四个 角2加角4是180 那这个也是 这个是同侧内角互补 再来问你角2等于角4呢 那角2等于角4 如果角2等于角4的话 那就更不能拿来证明L1平行L2 对不对 因为就是我同侧内角是要互补嘛 不是要相等嘛 所以角2跟角4不对的原因 是因为他根本就 就不是我们要用来证明的内容 那来看这里 我说这个角2如果等于120呢 那会是吗 来看一下喔 你看喔 这个 这个是160嘛 这个是60 这个是60对不对 那这个是120嘛 对不对 如果怎么样 如果角2也是120的话 那 没有证明不了什么啦 证明不了什么 如果角5是120的话就可以 但是我现在是讲角2嘛 可以吗 那如果说角4是120呢 或者说角3是120呢 那其实也不能证明L1平行L2 要注意这一点 如果你今天说角3是120的话 那反而是在证明什么 那反而是在证明 这两条是平行的 好我们来看第六个选项 我们作业有改掉了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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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档有改掉 但是我这里没改到 所以我把它调整过来 这个角2跟角6 好 角2跟角6如果 如果有相等 能不能用来证明L1平行L2 好 有没有看到这一条线 这里一条线 切过去 对不对 角2跟角6是不是同位角 是 他们是同位角 所以同位角相等 可不可以用来证明L1平行L2 好 那同位角相等 可以用来证明L1平行L2 可以用来证明L1平行L2 但是角2跟角6相等 不能用来证明L1平行L2 为什么 因为角2跟角6的相等呢 这个角 跟这个角相等 它是用来证明这两条相等的 不是用来证明 它是用来证明这两条相等 不是用来证明这两条相等 所以我现在告诉你 角2等于角6的话 那么其实是证明了 假如我这个叫做M 这个叫做N 这个叫做S好了 它是用来证明M跟S有平行 不是用来证明L1跟L2有平行的 所以虽然它是同位角相等 没有错 但是怎么样呢 它不是用来证明 它不是用来证明L1 它不是用来证明L1 L2的 可以吗 所以这个也不对哦 如果角A等于40度呢 这个60有没有 那如果角A等于40度呢 角A会等于40度吗 看一下 这个60对这个60 这个100 那这个80 40加60加80 对 不是啦 刚刚讲过了 角A等于40度 它本来就等于40度 这个60这个60 这个100这个80 那这样三角 那这样三条形内角合180 角A本来就要等于40度 所以这个角A等于40度 是不能用来证明L1平行L2的 可以吗 所以哪一些条件不能用来证明L1平行L2呢 这个1357 13567都是 这样可以吗 那么一样是上次的作业 这里有一个问题 它说三角形ACD面积43 那么求三角形ABD的面积 这样子 那你看这个9 这个5 这个4 这里有一个等腰上的形 有没有关系呢 那其实这种问题可以让学生去想 去推论看看 那在这里呢 就是说 他要求面积 你会发现等腰 好像也不怎么样 94 面积13 可是加起来面积13跟9加4 好像也没什么关系 那 所以到底要怎么去算呢 其实他是这样子的 他说ACD的面积是13 对不对 他是利用什么呢 这两条平行 所以他的高是一样的 那我们也不需要算出来 你也可以算出来 但是我们也不需要算出来 在你在不断乱事的过程中 不知道你有没有 试着把这个高求出来 如果你有求出来的话 你就会发现怎么样 我有高就可以算了 对不对 我这个ABD的底是9乘以高 但是在这里呢 我就不求出来他 因为不用求出来也可以解 因为怎么样 三角形 ACD 三角形ABD 高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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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面积的比是底的比 所以是9比4 ACD比ABD 4比9 他说ACD是13 所以三角形ABD 他是4分之9乘以13 这是答案了 这是答案 所以是4分之9 3 27 117 可以吗 好 那么上一次还留下这个作业 这个问题我们下一集就会来 主要就要交这个问题 所以大家再利用这几天的空档 把它想一想 那要能够自己推论出来 如果这个角45度 这个角35度 请问这个夹的X会是几度 好 那我们一起上到这里